普里国中之民国一百年开始 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办理 鲑鱼返乡活动 邀请已经毕业的学长姐 利用寒暑假到校来分享学习经验 以及进行科学实验及课业辅导 那学长姐经过 刚刚从国中上高中 这一段 他们知道国中生学习的困难在哪边 他们更容易去贴近他们知道的地方 他们也可以跟他们讲说 你要到这一学校来 你去具备哪些能力 那你现在还劝缺什么 我想这个对学弟妹的影响是很大的 普里国中毕业校友表示 以前在校时就收到毕业学长姐的帮助 因此也想要将这一项工作 继续来传承 帮助学弟妹们解决升学 或是学业上的困难 而学弟妹们对于在寒假 能够有学长姐回校辅导 也表示非常的感激 读国中的时期 我们也有接收到 过去的学长姐 也是一样回来学校回馈给我们这样子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从这边得到了那么多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回馈给后面的学弟妹这样子 因为寒假很无聊嘛 就是想说 想说报名这个 然后来参加 可以认识学长姐 顺便可以 叫学长姐一起教我们 功课 不会的功课这样子 县院陈宇军表示 用学长姐的身份回到母校 也可以以学生的角度来解决学弟妹的困难 因此也肯定普里国中办理 归于返乡活动的用心 用学长姐的身份回到母校 那会有一种不同的情感 那也更了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这样子呢 也会帮助到他们自己在学习当中有所突破 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三营的一个活动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普里国中 能够举办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东令营 先元黄世芳表示 透过学长姐的经验分享 能够帮助学弟妹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非常肯定普里国中的用心 不管是他们的升学的方向 还是一些科业上 还有一些科技的东西 都会来母校来服务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那未来我想学弟妹针对他们的升学 各方面的体验会有不一样 所以非常的感谢他们 服务长排一圈肯定普里国中 连续13年办理归于返乡 让毕业校友回校辅导学弟妹的用心 也希望这样的活动 能够有机会在线内来推广 让毕业校友都有机会回校分享经验 帮助在校的同学 对于未来的发展能够更有方向 记者陈伟一 普里珍采访不到 对于旅途一